张老师专栏,王博荣首号拳雷打出卢杨戴刚轮为替补版 邓之困今年两联盟各队都打完20场左右赛事,同联盟 的队与队之间首轮三连战也都交锋过,对于敌队或全联盟 各队队形习性大致都可一知半解,不预料本周开始势必更加 精彩一场,上周结束,巨人,乐天两只禁旅保持联盟榜首 前茅,旅日台湾球员宋家豪上周依旧光芒四射,连续三场 夺得中继点荣贤,王博荣的日本职棒生涯首号拳雷打一告 出卢了,反而老将杨戴刚表现失常,被同队竞争者迎头赶 战轮为替补板凳之困,杨戴刚从开幕战前一,两周的演 初级是差强人意,之后的第三,四周显得跌跌冲冲,下巧 同队竞争者归井善行,石川慎悟,重信慎之界与杨江葛雷 若等外野手,不论攻击力,贡献度都比杨戴刚胜出,巨人 上周出赛五场,即便监督袁臣德勉强让杨戴刚出赛四场 一场先发,一场带打,两场只在最后上场守备中外野手 二,很显然杨戴刚已经沦为外野行列之替补,却又是 板凳之列,事实上,杨戴刚目前打击率也只不过是紧紧的 两成十六罢了,本周巨人对首轮三连战做客,相遇争夺连 蒙蒙主近比杨乐多,赛战近况欠佳的恒宾队,杨戴刚能否 获得青睐,不得而知,话说王伯荣目前几出赛全勤二十 场了,与同联盟其他五队都有对垒过,目前为止,活腿队 除了对乐天及西武两队战机略训之外,与其他三队都是胜 多于附加作,看似王伯荣对同联盟五队的投手,并没有认 何惧怕或不适应现象,死乃很好现象,王伯荣上周十七日 对欧历史之意,还演出单场四支安打的超猛打赏荣贤 同时也敲出梦寐以求的生涯首号全雷打击田一江时速 145公里的球带有两分打点,目前王伯荣打击率两成 18位杨连打击排行榜十节的第九位,也是活腿打击王 他的22支安打更是全队之冠,也是杨连第五多安打者 12分打点勇冠全队,全联盟第六节人选,在在展现王伯 从这四周比赛下来的成就感,王伯荣已经逐渐熟悉日直各 总环节之下,闲刃将会欲打欲出色,但愿如此,乐天队 中继投手宋家豪自开幕战以来一直是全队不可或缺的牛棚 人选,目前出赛十场即有八场是中继点的佳鸡,对 乐天队而言贡献良多,目前他的防御率为0.93,上 周杨戴刚所属的巨人队有4胜1负加击队广岛1胜1负 队版神三战全胜,于是将本来榜首的杨乐多给拉了下 来,取而代之成为央连榜首,不过两队目前只有半场胜差 而已,随时有异味的可能,按,杨乐多上周2胜1和3负 烈时队版神各1胜1和1负,对中日1胜2负,于是将榜首之席拱手让给巨人队,在阳连方面,原本有角 竹联盟盟主的软银队,上周战绩2胜4负对罗德3战绩 末,对西武2胜1负,气势消失,被乐天队紧紧压迫 加上乐天队的宋家豪等强而有力后援投手助力之下乐天队 脱影而出,上周乐天队4胜1负战绩对欧力士2胜1负 对西武2战全胜,于是站稳杨联盟主,却领先第二名 软银队有1点5场之多胜差,今22日移动日休兵 为特别安排有一场软银队欧力士的比赛,明天起各队赛 首轮三联赛赛成为,羊连火腿队乐天闸晃巨蛋 罗德队西武千叶球场,羊连仰乐多队巨人神功 球场,横宾队版神横宾球场,广岛队中日广岛球 超 超 超